欢迎收看RTN华语新闻 导致其中一个路段严重积水 相信是因为排水洞遭到枯叶和垃圾堵塞 全球关注的男孩困在井内的案件 今天传来让人心疼的消息 北非古家摩洛哥一名五岁男孩被困在井内 当局从5号开始展开挖土搜据行动 经过四天的搜据 终于成功在星期六晚上将男孩救出 并且送入医院治疗 让全球为这名男孩感到开心 不幸而是国王穆罕默的六世之后透渡 这名成功被抬出的男孩正式不治 并向家树送上慰问 据报道 五岁的拉延 一号在当地北部小镇塔莫罗不幸失足 掉落32米深的井内 当局到场救援 但井口的直径只有25厘米 增加救援难度 当局曾经将氧气桶和石水等布姿送到井底 并在三号透过摄像机正式拉延依然清醒 头部又多处的轻伤 不过当局五号制无法判断拉延是否依然生存 只希望上天保佑 拉延的遭遇引起全球关注 大批民众到场打气 救援人员原本计划早开水井 但受到土质影响 当局决定改为出洞挖土机 在水井旁挖出好沟 再横向掘出隧道接近拉延 不过他们除了忧虑拉延的安危 也担心挖掘工作 可能令到水井结构不稳而倒塌 经过四天的挖掘工作 当局成功在五号驻出拉延 住院人员以毛炭包住拉延的身体 运上地面后 随即在父母的陪同下 由住部车送院 让其他拉延被住出的民众松一口气 补调 吴王布罕默德六世之后表示 这一位男孩正式不治 并向家属送上慰问 这个消息让许多民众感到心疼又心碎 邻国新加坡的新冠疫情 突然出现激增的现象 前天的新增病例更突破13000多地 不过昨天五号的新增确诊则有减少 报10,390例 尽管如此 当日新增病例已经连续两天超过1万例 截至昨天 当地有1,068名患者因为新冠肺炎住院 比前天多70人 其中有86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23人在交互病房接触治疗 另外有两人因为冠病病发症逝世 新加坡卫生部早前预计 社区确诊病例将急剧上升 前天的单日新增病例就翻倍 激增至13,208例 昨天微降至10,390例 根据数据 新增的病例有7,505例 是通过抗原快速检测发现 另外有2,885例 通过聚合霉电式反应检测确诊 PCR确诊病例中 2,734例是本土病例 151例则为境外输入 在家庭诊所通过ART检测 发现的7,505例病例 有7,474例为本土病例 其余的31例为境外输入 截至5号中午 新加坡确诊病例累计39,071例 冠病病发症逝世的患者 人数累计868人 邻国泰国方面 时隔多个月后 单日确诊病例 回升到1万例以上 昨天报1万0490例 另外 泰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也批准年满6岁的儿童 接种中国科兴和国药等新冠疫苗 泰国官方通报昨天新增21例死亡病例 自今年年初以来 泰国的单日确诊病例就不断攀升 单单是首都曼谷 昨天就新增了1495例确诊病例 而泰国政府还在2月1号开始 启动境外旅客免隔离入境措施 另外 泰国政府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说 泰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批准让年满6岁的儿童 接种中国科兴和国药新冠疫苗 并且不需要调整剂量 泰国政府希望加强全国的疫苗接种力度 甚至斟酌为高风险群体提供第4剂疫苗 以对抗传染力强的Omicron变种毒株 同时 泰国卫生部疾控厅厅上 也曾在4号解释说 泰国的病例激增是因为政府放松管制措施 例如开放膛时所导致 还强调目前医疗体系能够有效应对疫情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关注我国的新冠疫情 我国昨天报14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当中有主例为宋苑前死亡 新冠疫苗供应特委会指出 过去半年有10%的新冠肺炎患者都是儿童 其中更有26人不幸病逝 面对来势双双的Omicron变种毒株 我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短短一个星期内 从单日4000多例激增到昨天到单日9000多例 累计确诊290万4131例 根据卫生部COVID-19的数据 昨天新增14例死亡 全国共有32,025人不敌冠病身亡 其中6,462人为宋苑前死亡 数据显示雪兰娥昨天新增5例死亡病例 沙巴新增4例 西隆坡新增2例 而柔佛森美兰及霹雳则各增1例 昨天再有6,546人康复 全国目前还有65,952例活跃病例 另外 从2021年8月23号到2022年2月3号 有10.1%或147282名确诊患者 都是5到11岁的儿童 新冠疫苗供应特别委员会还指出 其中有26名孩童不敌冠病死亡 该委员会指出 数据显示 受到Omicron变种毒株肆虐的国家 儿童的住院人数都有所增加 因此 还没有接种疫苗的儿童 已经被列为高风险群体 同时 新冠疫苗供应特别委员会也呼吁 还没有完整接种新冠疫苗的 12岁到17岁青少年 和一道综合疫苗接种中心 登门接种 儿童疫苗接种计划 如火如荼进行 双新网络医院 新生儿重症监护士主任 徐基金表示 儿童疫苗接种计划 已经在多个国家落实 而这个计划 已经证明有效 和成人疫苗接种计划的情况也一样 又鉴于此 父母在为孩子注册接种疫苗后 不必感到担心 徐基金解释 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定下的计量 只是成人接种计量的三分之一 而且委员会也一举 要有八个星期的间隔期 来接种下一季疫苗 他补充 在美国 五到十一岁孩童 已经接种八百七十万的疫苗剂量 接种疫苗剂怕 是为了确保学校教学课程 可以顺利进行 因为儿童也面对新冠肺炎感染的风险 为了提高我国首都居民的生活质量 以及更快的提供线上服务 首相达德斯里斯曼萨布宣布 推出大马基加吉隆坡福祉配套 首相说 为了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吉隆坡市政局正在实施多项举措 BKL akan membina 5,000 council home untuk disewa kepada warga kota dengan keluasan minimum 750 kaki persegi BKL juga akan membuat pembaikan list yang melibatkan 306 buah list di 31 lokasi projek perumahan rakyat atau projek perumahan rakyat PPR PA dan akan dilaksanakan dalam tempo 2 tahun 首相在胡宾公园 为吉隆坡升格大城市 50周年经喜庆 主持开幕致辞的时候 这么说道 首相说 为了确保城市居民的安全 通过吉隆坡指挥 和控制中心的 闭路电视摄像机 进行监控 来加强吉隆坡的安保 另外 在优先考虑舒适和安全性的同时 吉隆坡市政局 还将提供人行道 自行车道和绿色网路 以及升级老化小贩中心的小贩摊位 以及持牌路边摊位 而为了改善在线服务 吉隆坡市政局 将在24小时内批准营业场所的许可证申请 并在三天内批准小规模开发建设的许可证申请 同时 全年将给予所有申请费用10%的回扣 也鼓励城市居民在网上做生意 吉隆坡市政局 也说自己完全支持吉隆坡倡议 以助大马实现在2050年成为碳中和国家的目标 因此 某国首都必须和世界其他主要城市一起发展和进步 适逢吉隆坡50周年惊喜的到来 属相德德斯里斯曼萨威指出 吉隆坡必须做更好的准备迎接挑战和展望未来 同时 确保实践大马一家的理念 了解每个群体的需要 确保没有任何群体被边缘化 因此 吉隆坡市政局作为管理城市的地方政府 需要在管理市政问题 以及加强服务传达方面 不断发展和有效率 必须掌握注意 为确保 确保 必须拥有效率 首相说 为所有居民建设一个可持续的大城市 必须考虑到一个城市的经济需求 甚至一个城市的真正吸引力 在于它的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 有了这一个吸引力因素 这座城市可以继续长期全面发展 首相也指出 市民是吉隆坡的中流砥柱 新媒体的存在 使他们更接近行政人员 表达他们对受多发展的声音和观点 并指市民的声音和观点 将推动政府 特别是有关现金联邦直下区 吉隆坡管理的目标和重点 这符合他的成务 政府推出各种措施帮助人民 重建疫情后升幅 针对B50群体的财务管理及复原能力 Urus计划的申请已开放 并且将延续到今年3月31日 这一项援助计划是给予符合条件的B50客户 包括家庭总收入为5,880令吉或以下 失去工作或精力至少包50%收入减少的人 在这项措施下 受费者所获得的好处 包括三个月的利息货免或融资利润 或根据借贷者的能力 延长偿还贷款或分期付款 并从策略方面支持借贷者的财务管理 符合条件并希望申请Urus的人 可以通过各自银行进行申请 文告说 对于面临金融机构业务融资问题的中小企业 金融咨询和管理机构 还提供包括小额贷款结算计划在内的免费服务 包括协助重组或重新安排多余一家银行的融资 财政部指出 在2022年财政预算案下 为帮助中小企业重建疫情后的业务 已经展开各种举措 财政部为帮助中小企业在管理债务的同时复苏和成长 为企业资本重组基金提供了11令吉的基金 他说 这是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 通过发行股票或任何类似股权的工具 来管理借贷者的债务 以支持资本的需求 来自所有经济领域的中小企业 都有资格申请高达500万令吉的资本支出 或营运资金融资 融资期长达10年 有兴趣的中小企业 可以直接向任何售股行监管的银行申请 雪珠沙登三名前科累累的男女 共乘一辆轿车外出 结果遇上路障时拒绝警员的检查 并且在逃离期间不慎撞上一名警员 导致该名警员又退骨折 险犯后来逃走 并到沙登一带的咖啡厅喝茶聊天 但是最终还是不敌法网 遭到警方逮捕 沙登警区主任安巴拉干助理总监指出 这起案件在昨天凌晨1点53分 在施利肯巴安发生 他说一巡武长 Normar Masri在路障前 拦截一辆行迹可疑的丰田Vios轿车后 要求车内的人士停下检查 不料 司机突然猛踩油门 将警员撞到在地后逃离现场 安巴拉干透露 施利肯巴安警方随后立即展开侦查行动 成功在沙登博兰岭商业区 一间咖啡厅 逮捕两男一女归案 宣布破案 他说 陆网嫌犯年龄介于24岁到29岁 尿检对毒品呈阳性反应 证实曾吸毒 涉嫌撞伤警员的司机 拥有14项毒品和刑事案浅刻 另外两名嫌犯则个别有3项和4项浅刻 警方援领刑事法典第307企图谋杀条文 依图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4条EA款条文 以及警察法令第26条第二款条文 对案件展开调查 新海峡时报一名前记者 昨天驾驶一辆重型摩托 前往吉兰丹哥打巴鲁的时候 和反方向车道的四轮驱动车相撞 这名前记者因为重伤当场病命 而四轮驱动车司机则是没有大碍 这起死亡车祸于昨天中午1点20分 从吉兰丹哥拉吉赖前往哥打巴鲁 第40公里处发生 死者为40岁的March Ferdinand 也是新海峡时报的前记者 马张警局主任甘迪君表示 初步调查发现死者当时驾驶的 凯旋老虎9百GT Pro重型摩托 和在反方向行驶的丰田海拉克斯 四轮驱动车相撞 摩托骑士伤众不治当场混断公路 警方在抵达现场后 相信死者的摩托车 已经驶进反方向车道 他说涉案的四轮驱动车司机 为26岁的青年目前并无大碍 而死者的遗体则被送往马张医院 进行解剖 警方则会根据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41条一款条文 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 调查死案 六名无证入境我国的偷渡客 昨天试图乘船离开大马 补调他们的行踪 却被大马武装部队第七部旅兵士 破因此落网 大马武装部队昨天早上10点半 展开逮捕行动 将六名年龄介于21到39岁 试图离境的偷渡客逮捕归案 他们分别是一名女子和五名男子 准备在柔佛州的戈达定夷乘船 离开我国 大马陆军第三部兵旅表示 武装部队当天早上9点20分 在戈达定夷发现这几个人的行迹可疑 随后展开逮捕 执法当局将六名偷渡客交给大马移民局 做进一步调查 另外武装部队也连同舌头所留下的 四轮驱动车和五辆摩托车充公归案 总值约三万令吉 网络流传一段视频 只刚在上个月通车的米桶山平行大道 昨天傍晚的一场大雨 导致其中一个路段严重积水 相信是因为排水洞遭到枯叶和垃圾堵塞 导致大道的道路积水 当局人员之后到场清理垃圾 积水路段也随之恢复入场 历史六年建造 号称全马最高高架路的米桶山平行大道 昨天傍晚的一场大雨 导致其中一个路段严重积水 有民众经过上述路段并拍下视频 当中有两辆轿车停着并开着紧急信号灯 相信在积水中逃亡 还有一名摩托骑士看到积水后选择掉头 滨州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彭文宝说 米桶山大道的路段积水是枯叶和垃圾堵塞排水洞所致 该大道自上个月13号通车后吸引许多民众打卡拍照 还留下许多垃圾 滨岛市政厅曾发文告严厉谴责这些连不支持的人 华人过新年离不开张灯结彩 贴上吉祥如意的灰春或剪纸以增添细庆气氛 来自柔佛麻坡的剪纸高手张义腾 打破传统剪纸艺术的框架 在作品中融入众多的新颖元素 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生命 下来看看这名剪纸达人 如何把一张张的红纸变身花样翻新的窗花 剪纸又名穿花是中华民间传统艺术 更是在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固质遗产公约 人类非固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剪纸达人张义腾 怎么以一把剪刀一张红纸 还出新花样 家乡在柔福州麻坡的张义腾 在15岁那年爱上了中国剪纸艺术 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自己剪纸 直到如今已经是一名剪纸高手 对考研的部分我觉得 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挑战 那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面对的挑战我觉得是 在剪纸的手法上面 因为我们刚开始剪的话 我们会很担心那个纸很容易剪断 所以我们在剪纸的时候 就会小心翼翼 到小心翼翼的同时 其实就是更容易剪断 遇到这样的情况 才开始接触的新手们也莫及莫慌 大家还是可以通过使用胶水 或是将设计图稍作修改来做补救 成功都不是必然 凡事都是要岁月和经验的累计 刚开始接触的新手们 可以先从模仿开始 待熟能生巧之后 再挑战设计属于自己风格的剪纸作品 大家对剪纸有一定的刻板印象 它只不过就是十二生效 或是喜 春 福 我觉得对于传承这方面 有一定的限制 因为我们就是永远就停留在那一个部分 其实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再去让剪纸有不一样的体现 久之后你就觉得 其实你可以把身边的一些元素带入剪纸里面 比如说牡丹花之类的 不过到新的世纪 我就觉得可以有不一样的东西放入这个剪纸 随着手艺越来越熟练 张义腾也开始跳出传统框架 包括在作品中融入本地特色 与水墨画家及花衣老师合作 挑战将剪纸作品和其他的艺术作结合 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生命 让剪纸艺术不再古板沉闷 反而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因为其实我很喜欢一些 比如说古建筑啊 或者是马来西亚的一些花 比如说高红画之类的 一般上我们很少在剪纸作品里面看到 就是马来西亚一些特色元素在里面 在萌生通过剪纸推广大马特色和文化的想法后 张义腾慢慢剪出更多富有我国特色的剪纸 而在所有的创意剪纸作品中 目前最中意的作品 当属位于柔佛马坡的海峡折中式建筑 就是被他这个怪标给吸引 然后就是有一天我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如果他剪纸会不会也蛮不错的 所以有一天我就找了一个机会 我就去就是在那个建筑那边 拍了很多张照片就是不同的角度 然后回家过后 我就是把这些照片 我再拼凑起来 再仔细地去做这个构图 前前后后其实花了好几天的时间 才把这个作品完成 张义腾表示 除了水墨画和干花 未来不排除将更多新银元素 与剪纸作搭配的可能 以带给大家更耳目益心的感觉 适逢新年 他也发挥自己的创意 剪出许多虎年剪纸 迎接全新的一年 作品中不乏有传统老虎 也有生动活泼的卡通虎 十分可爱 那新的一年里 祝RTM的观众朋友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RTM明志盈专题报道 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感谢收看 我是戴靖恒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